據大陸媒體報導 特斯拉上海工廠停工 可能是因為海外零部件斷貨 對此特斯拉中國官方7號回應說 特斯拉上海工廠在正常的生產安排調整中 正在通過此次假期時間 對生產線進行調試與維護 各環節工作都在按計畫進行 特斯拉員工張先生8號向新唐人證實 停工是受到疫情影響 特斯拉客服人員則表示 他們沒有工廠的任何消息 我們沒有任何停工或者開工的消息 我們得關注一下我們官方的信息 據大陸汽車年輪報導 特斯拉上海工廠的零部件本地化率 是30%左右 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度非常高 隨著美國疫情持續升級 除了令特斯拉和福特 通用 菲亞特克萊斯勒等的北美工廠全部停產 底特律車展宣布取消外 汽車零配件供應鏈也遭受重創 如全球知名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大陸 博士 愛信 彩埃福等 都有不同程度的停工停產 特斯拉總部位於美國加州 即在上海的工廠於2019年投入生產 特斯拉原計畫今年交付50萬輛 但加拿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分析師 喬斯帕克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到 特斯拉今年的交付量 將從去年的近36.8萬輛降至36.4萬輛 新唐人記者熊斌 陳傑採訪報導